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Jasmine 今天要來實測一罐最近非常紅的粉底 就是它無極限超實青粉底 然後我今天的行程也超級豐富 我很少把自己的週末排來這麼慢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vlog也非常值得期待一下 那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膚況 因為是有人剛開始看我影片可能不清楚 我是屬於混合偏乾的膚質 但是在夏天呢鼻頭會稍微出一點油 然後我常有的底妝狀況就是 眉間還有鼻翼跟下巴的地方會有乾紋或浮粉 對 那另外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最近我感冒兩個多星期了嘛 然後再加上最近上海在 就那個梧桐樹不知道在幹嘛開花還是長葉子之類的 會開花嗎其實我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有很多那個免訊 導致很多人都對那個過敏我也有一點 所以我現在最近鼻翼的狀況就不是太好 大家稍微見兩下 那我現在妝前保養其實已經做好了 再來呢我就要用這個極寶濕清感防護乳 它呢可以提亮你的臉部 然後同時它有防曬的效果 它的防曬係數有SPF50 PA++++ 就可以同時防UVA跟UVB 然後它同時也可以再一次的加強你的妝前保濕打底 好那再來就要進入今天的重頭戲就是它 它的質地呢其實非常的水感清透 然後在臉上的延展性很好 那我今天的上妝工具呢會用這個55刷 其實這個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 第一個呢是它幾乎沒有刷痕 那第二個就是它上妝的速度非常快 因為它面積很大 所以你這樣隨便灰個兩下 基本上你的底妝就化好了 那第三個呢就是用它上出來的妝感會非常非常服貼 但同時它還是可以保有粉底本身的遮瑕度 那我先上一邊給你們看一下 好那現在是右半邊臉上完第一層粉底的效果 你們看一下 我剛剛是用55刷上的 非常非常的薄透服貼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刷痕 我沒有用海綿抽胸喔 這就是直接上完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把左半邊臉也一起上完 好那我今天粉底會稍微避開鼻翼的地方 因為我感冒 所以我到時候會洗鼻涕什麼的 而且那邊特別乾 所以不想再上粉底在那邊了 現在我全臉的粉底大概是上了一層 只有下巴的地方加強了第二層 你們不覺得這個妝效真的很厲害嗎 我覺得這塊粉底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的遮瑕力明明就很夠 但是它卻非常的輕薄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還是可以呼吸 沒有被粉底擋住的那種感覺 我好像忘了說我用的色號 我是664Nidian Lightshow 日系女孩在做粉底的設計上呢 就很有優勢是說 他們可以針對亞洲人黃種的膚色 去做色號上的設計 就比較不會像歐美的粉底 可能會有偏黃或是偏紅的那種現象 好那我們現在彈一下紙吧 剩下妝人畫好 好那最後一步呢我就要用這個鳥定妝控油噴霧 來做今天全臉的定妝 那噴的時候記得要拿遠一點 因為它裡面有稀油粉末 它乾的速度還蠻快的 然後會稍微有一點點柔霧的效果 那就用這個妝開始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還有實測 我覺得今天應該會蠻好玩的 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我跟我的朋友來吃brunch 這是Natalie 哈囉 我來歐盪打招呼 台大學妹 我們今天坐在一個非常 來開業的 非常難坐的高腳椅 請問坐起來的感覺如何 我的腳有點有點短 開不到地 開不到地 嗨大家 現在已經下午4點了 然後我們還在剛剛的餐廳吃我們的brunch 對 因為今天我們就要玩開始 然後又聊了很多天 所以現在已經下午4點 距離我上妝 從早上10點 10點多 11點到現在 幾個小時 五六六個小時 然後可以看一下我的底妝狀態 我覺得還算是蠻完整的 然後呢今天上海的天氣是26度 所以是有一點熱的 對 好 那我們晚一點再跟你們更新 我們現在決定要去國泰看阿拉丁神燈嗎 對對阿拉丁神燈 我不知道你在錄了 電影 對 然後我們剛剛覺得 其實我們吃的那一家早餐好像沒有很好吃 對 因為我們原本是要去吃另一家 但是那一家真的是 真的要排太久了 真的要排太久了 等下一次可以吃 好 有人在這裡舉辦婚禮耶 超酷的 回後的婚禮也想要舉辦在這種 戶外 這種比較大自然的感覺 讓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婚禮 其實我覺得天氣蠻悶的 欸有點飄雨了耶 感覺是飄雨前的那個 悶熱感 黏膩感 然後去的是國泰電影院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在這裡 其實我來這邊看過 兩三次了 沒有那麼新啦 但是 票價很便宜 有嗎 有嗎 有了有了 OK 來了 來了 趕完了 出來了 這邊電影前面都沒有廣告 所以都會瞬間開始 就4.55的場合就是4.55開始播電影 所以剛剛開始沒辦法進入狀況 然後再來 update一次現在的底妝 這個紅燈好像沒有辦法看 等一下要亮給你 然後再看好了 好現在亮一點應該可以看比較清楚 對我剛剛就講完整度應該還是有八成 然後下巴 眉間這種比較容易有乾紋的地方也都還算是OK 那遮瑕力的部分我覺得稍微掉了一點點 大概還有個七成左右吧 不過大致上還是蠻完整 因為現在已經六七點了 所以距離我上莊已經 現在幾點啊 現在七點 七點而已 對 這距離我上莊已經八個小時了 所以我覺得 以八個小時來講 只掉了一兩成我覺得蠻厲害的 然後現在我們要去韓國街 所以你家附近那邊韓國街 就非常非常多韓國餐廳 然後好像很道地 就很多韓國人之類的 完全就像一道韓國一樣 對 就是會講韓文 然後還有很多韓國超市 我沒有去過 因為他在離市區比較遠 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去 然後我們要去那邊吃晚餐 好像到了韓國區了 好多韓文喔 到處都是韓文 韓國地區還有韓國的LOGO的銀行 酷 應該是真的 是漢珍墓的那個 不要因為我們想去漢珍墓 他沒有推的 我們最後決定去這一家 感覺真的很像在韓國 這裡還會播韓國的電視台 我覺得這家店真的非常地道地 他連店員都是韓國人 基本上這裡的店大部分都是韓國人 真的喔 因為這附近都是韓國人跟台灣人 反正就是他連中文都還會講 真的超爆到的 然後你還可以跟他講韓文 你還會嗎 你還會嗎 我會一點 現在我才可以 你會嗎 我會一點 這超辣的 辣爆了 這裡竟然還有韓國超市 好棒喔 我們換了一家 因為剛剛那個不能 就台灣人不能進去 我剛剛進去裡面發現有點暗 所以想說 再出來給你們update一下 最後一次的底妝狀況 那我覺得現在距離我上妝已經 12個小時了 現在晚上11點多 但是呢我覺得大體上 這個底妝真的是蠻厲害的 沒有什麼膚粉 也沒有乾紋 可以看一下我下巴 然後跟這邊凹陷處 還有我的眉間 都沒有什麼膚粉 或是卡粉的現象 好 那現在呢我就要跟我朋友一起去 體驗上海版本的漢真木 真的超級道地欸 好酷 我覺得跟我去韓國去的超像的 就是也有這個洞 我去韓國的時候還會有一個洞 會有一個洞 然後還有一堆石頭可以塌在裡面 那一種 酷 哇賽 是很認真的 可以在裡面睡覺欸 準備入睡了 沒有開玩笑的 我們不能在這邊睡覺 我們在這邊睡了 抓走 我們自己自責 對 叫什麼啊 羊腳包 羊腳包 很到底吧 好 我朋友來觀察一下我 對我現在也有點有興趣了 雖然很多汗 但是應該還是可以 其實 我自己都想買 對不對 因為還蠻 就是 也沒有 就是 沒有浮起來 對沒有浮起來 我覺得頂多就是稍微揪下來 有點下降 而且他剛才 我覺得我們剛才在泡湯的時候 流蠻多汗的 真的 而且我現在其實也是在經歷汗中 真的很熱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來韓國 我覺得完全跟韓國一模一樣 哈囉大家 我回到家了 現在超級晚欸 現在已經1.51 對 我沒有想到會有玩到這麼晚 對 但是今天真的蠻好玩的 就是體驗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我一直有聽說韓國區這一塊 但是我沒有真的去過 然後當天才發現 真的就是很像一個小韓國在那邊 算是很開心的一天 然後底妝的部分呢 也成如你們所見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其實自己還蠻嚇到的 因為其實我有跟品牌講說 我不是很確定去 汗珍目 能不能撐過 對 因為畢竟汗珍目真的蠻熱的 而且我們在裡面還有泡湯 證明了這段粉底真的很優秀 都已經上妝這麼久 然後在外面溜搭這麼久 然後經歷的下雨天 汗珍目 吃韓式料理等等的 就長這樣 所以它的效果應該不需要我再多加說明了 對啊 而且像植唇袖是亞洲的牌子 所以它就會比較針對亞洲的一些氣候 可能比較濕熱 去做一些調整 你帶這段粉底上 臉真的完全不會感覺到 悶熱或是黏膩 那像那種遮瑕力跟持妝度都比較好的粉底啊 可能偏乾淨的人 像我就是 可能會有concent說 是不是不適合自己 因為通常這種粉底都會比較 呃...拔乾一點 對 但你們今天看我一整天用下來的效果 應該就知道 我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疑慮的 那當然你的妝前保濕是一定一定要做好的 這不論你用哪一罐粉底都是一樣的 最後要你們分享兩個活動資訊 第一個是 紫村秀夏有一個專業的彩妝教室 可以教大家怎麼打造出夏日不會脫妝的超強底妝 然後上完預約的話 他們現在有送一個預約禮 那第二個活動呢 就是品牌這次有提供10個名額 可以讓你們免費體驗這罐粉底 對你們只要填單 他們就會免費送到家讓你們試用 那詳細的資訊 我會把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你們再點開去看一下 對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相信應該是非常非常的豐盛 我自己今天是玩得很開心 那希望你們看的影片也會覺得很開心 那喜歡的話記得幫我點個like 那也可以來我的instagram 看一下我的日常生活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omi Tomas ので 還看的 我們下次再見 Juan 近一點 還有